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天啊 就是爸爸妈妈就是只是要求孩子的成绩要好 不管孩子的感受 那其实在这么多年以来 其实我发觉因为西风东建 西方儿童发展的理论到了台湾之后 有一些父母其实已经慢慢在修正自己 就是不完全从父母的角度去要求孩子的学业成就 但是这个虎巴虎妈这个风潮又怎么起来了呢 其实要起于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 其实在美国的时候 有一个耶鲁大学的华裔的教授呢 叫蔡美儿 他写了一本虎妈战歌 结果这一书出来之后呢 其实就是真的轰动 就是中西方 很多的华人父母开始认为说 哇 就是这么有知识的一个大学教授 他是用这样的方式在要求他的孩子 而且他孩子好像真的很优秀 所以就开始在网路上有很多人的讨论 其实我今天就要跟大家谈一谈 虎巴虎妈你说可不可以养出优秀的孩子 的确从虎妈战歌这里面的作者 他讲到说他的女儿大女儿多优秀 十几岁就到卡内基的音乐厅去弹奏 感觉上是优秀 可是妈妈妈妈你要想想 你希望你的孩子优秀 是怎么一种情况的优秀呢 其实优秀是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其实像虎巴虎妈这种高压之下 要求出来的优秀 其实你知道吗 孩子的内伤是很深的 这样的内伤呢 往往是在爸爸妈妈求好心切的情况之下 其实是看不见的 但是是真实存在的 而且呢 它的影响可以非常的深远 我讲一个 就是我自己呢在就是那一年这个虎妈战歌这本书出来的时候呢 其实那一年我刚好是教授进修 我到了哈伯大学去 有一个哈伯大学也是要跟我的研究领域相同的一个学者 然后他邀请我去 那本书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讨论 我们所讨论的点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说其实孩子的发展呢不只是在所谓的 我们讲说表现优秀的这个部分 那你怎么样优秀呢 其实如果你用的方法是高压的 不是孩子自动自发的这种优秀 其实代价都很大 所以我们两个在谈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慨 就是说其实有一天 这个孩子迟早会付出一些代价 我们所担心的是他的情绪的发展 他的人际关系的发展 有些人讲说不会啊 我妈妈要求我很严格 我人际也不错 可是在很多的一些案例 还是有很多的学术研究的里面都指出 就是在这种高压 比较专权的这种养育形式下出来的孩子 其实他们的人格 就像说我们用凹凸镜在看东西一样 其实是扭曲的 然后他们的情绪一直都是很压抑的 因为他们不太敢表达 因为他们表达的时候 妈妈就说你又在顶嘴了 我告诉你 我知道的比你多 有一天你就会感激我 可是那孩子的情绪就往下面压 然后有一天爆发出来的时候 其实可能有时候是来不及收拾的 孩子可能会因为情绪没有出口 他会自伤还是会塌伤 那另外就是在人格的发展上 就是我们刚才讲过会一点扭曲 另外在人际关系上 然后在情绪发展上 其实都没有办法很完整地得到发展 我讲一下我们家两个孩子 其实有一些人知道就是说 我其实并不是用虎妈虎妈式的方式 去养育我的孩子 可是我也是跟我的孩子讲 就是用请听兼定型 对孩子也是有要求的 也是有界限的 那孩子懂得为自己的事情负责任 所以因为他们当年跟我去美国读书 回来之后 他们的优势语言是在英文 那在台湾考大学是考不上的 所以后来他们就说 妈妈妈妈我们要去美国读书 所以他们高中毕业之后 事实上很自动自发的 他们就经过美国的这些学校的 申请的手续 他们就自己申请到美国读大学 那一年我在美国 哈佛大学当研究学者的时候 我们家老二是在哈佛二年级 老大是在杜克大学三年级 他们就来看妈妈 然后我们就聊起来的时候 我们家两个孩子就一口同声跟我讲说 妈妈你应该写一篇文章 告诉大家你并没有用虎爸虎妈的方式 养育我们可是我们今天在别人看我们都不错 那我要讲这样的一个故事 是要告诉大家说 其实虎爸虎妈式的代价其实是很大的 其实那一阵子在那边的时候 我的博士班的指导教授 她的太太是亚裔的第三代 然后那阵子我的指导教授传给一些 就是亚裔的一些网站 就是专门在讨论虎爸虎妈这件事情的一个 余波荡漾的一些影响 你知道吗很多人说 留的眼其实大同小异都是什么 他们就讲到说你知道吗 我就是那个受伤的见证人 我的爸爸妈妈就是用这种方式教授我长大 我虽然很优秀 但是我很不快乐 你知道吗 我到现在都还在看心理医生 其实这个事情真的在我们华人社会的里面 如果我们觉得说这个旺班接下评 唯有读书高 孩子就是不打不成器 我就是要要求严格 我宁可他有一天回头过来他会感激我 我真的要告诉各位爸爸妈妈 其实孩子如果感激你 那个代价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你知道吗 其实孩子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 其实他的EQ的发展就是他有情绪的时候 他知道怎么样去解决 他可以求助 不会像有些孩子 他因为长期知道读书 知道成绩要拿到好成绩 他其实他情绪没有一个出口的时候 等到他到了一个绝境的时候 他的挫折忍受力很低的时候 他就会选择我可能就直接就结束我的生命 其实这样的案例在我们的社会上 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各位爸爸妈妈能够明白 张大眼睛看看你的孩子 其实孩子如果有自己要求自己的能力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就像说 我们如何用比较合适孩子发展的方式 倾听坚定 了解孩子的个别差异 你是有要求的 其实倾听坚定型的并不是没有要求 但是他那个要求是配合孩子的个别差异去要求他 所以这个虎巴虎妈这样子一种教养方式 其实他或许可以带来你短期所谓的优秀 所谓的成就 但是你知道吗 长期来说真的是有副作用的 这个副作用有时候你是来不及收拾的 我记得因为我跟孩子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关系 等到孩子长大 到美国读书 毕业之后工作的时候 其实他的周围 因为他们自己求学的关系 他的旁边其实真的有蛮优秀的孩子 可是有不少都是所谓的虎巴虎妈是教养长大的孩子 我一看就知道 因为这样的孩子 他在人际关系上 英文叫做很awkward 就是不太知道怎么样跟别人互动 可是他里面有 就是波涛汹涌 不晓得怎么表达 那我记得很多次 我的老大会跟我讲说 妈妈 你到美国来开会 顺便见见我的朋友 非常优秀的孩子 名校毕业 也是有很好的工作 长得也是一表人才 可是他有苦 真的没有办法跟他爸爸妈妈说 到现在他坐下来 我们叫老大就跟他讲说 说你可以跟我妈妈讲 我妈妈很能够理解的 我一听其实就是 the old story 就是这样我们华人的父母 为了孩子移民 吃尽苦头移民到美国去 为了给孩子一个好的成长环境 可是他们的方法还是一样 就是我打你 我是为了你好 我要求你 我是为了你 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的确还是爬到了一个学术的顶尖 工作也不错 但是你知道吗 他暗夜哭泣的眼泪跟伤 没有人知道 这个孩子就跟我讲说 阿姨你知道 我实在很羡慕 别人的父母 可以跟孩子谈内心的话 其实我也很想要优秀 可是我不希望 我爸爸妈妈 是用这样的方式 让我优秀 我其实很需要 我爸爸妈妈的理解 你知道其实了解孩子 真的是有医治的能力 孩子很多时候被了解的时候 被倾听了之后 其实他就可以往前走 可是你知道吗 像EQ 这样子的一个智能 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解决情绪的能力 调解情绪的能力 在虎八教兰当中是没有的 是被忽略的 然后另外AQ 就是挫折忍受力 你看我们现在 我们其实华人社会 很多的孩子碰到学业挫折 还是情感挫折的时候 他其实不晓得怎么解决 他不会说 没有关系 反正还有下一个 我可以从头再来 没有 那另外更重要的 我觉得CQ 就是现在很多人在讲 品格很重要 其实人一生的一个优秀的决定 可以带到长远幸福的 这个智商的指数呢 其实是AQ EQ跟CQ 鼓励各位爸爸妈妈 如果你还是在相信 就是说我只要严格教养 我要求 我的孩子就会优秀的话 其实要请各位爸爸妈妈想一想 这样的优秀 有没有改价 Change for better 你重视可以选择为了更好 我们可以选择改变